我先請賴臺委員來講話一下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從最剛開始的 這個東台灣領航計劃一直到東部永續發展計劃 這個一路走來已經大概七八年了 那我也剛好一年聚會 有機會從地方行政首長一直到行政院東班 當民意代表、行政機關等等大概都有參與 特別是在整個法案協商的這一兩年過程當中 我想我是無意不疑 而且我也可以講說幾乎每次協商都是我主動來發動的 那我在這裡評量先講我們要特別感謝 也要佩服一下這個法案響皇副主委 這個法案在當初不同的政黨、不同的團體、不同的一個看法、不同的旗幣之下 能把它協調出這樣一個方案來講 榮獲大家不滿意 包括我也不滿意 因為包括我們剛剛所提的第一個說 公有土地 對東部影響那麼大的問題 我在第一次協商會議的時候 我就一直希望說可以把它放進條文裡面 但是皇副主委他也一直來協商就是說 因為這個牽涉到土地的問題相當廣闊 而且地方政府土地審查的這個機制 也非常複雜 希望說兩邊各退一步都不要放進去 那我們慢慢也接受 那甚至說我們剛剛提出一些交通補貼的這些問題等等 那也是經過很多的協調 那總是這個法案已經在去年六月通過了 那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實施了 那但是我們現在我們今天要貪了 聽到現在包括民間包括地方政府 對這個還是有一些的一些的誤解 甚至有一些的帶來太多的憧憬 一直希望把它變成說很像一個金雞母的彈弓 馬上依註公務預算 甚至馬上可以把它當作統籌分配稅款來做財政改善的一個 手段措施 我覺得說今天我再稅 我可以跟各位大人坦白講 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在任何一個這個重大的法案 它推動要推動實施 它的精神方向我們一定要抓清楚 然後它具以來實施 那當然對這個法案其實我們有一些期待 它絕對不是一個萬零單 但是如何用一個比較務實的一個態度 在一些機制或是它精神上面來做一些整合 我想這個經濟會這邊可能還是要花一些時間 那第一個 第一個我是大家一直在談到說所謂的公民參與 這個民間代表 學者專家代表 我想今天我們可以感觸到說 那麼多的來自花東地區 甚至還有西部地區那麼多學者專家 他們花了那麼多時間 整理了那麼多的資料 提出那麼多很多方向 我想這給我們的執行單位或幕僚單位 是很齊趣參考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也要比較務實來看待 就是所謂的你在公民裡面表示意見 跟所謂行政會議還有一些 畢竟剛剛黃務主委已經也談得蠻清楚 裡面是有它的一個程度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說人數的比例當然是大家比較care 但是我覺得那個精神所在 特別是所謂的一個資訊公開的一個 資訊公開的這個機制是否可以讓我們關心這些案子 地方政府民間團體 大家事先可以獲得我們所需要的資訊 了解到說我們所整個案子進行當中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說經濟會在這部分是不是能設一個公開的網站 把相關的資訊 但是這網站裡面你一定要把說哪些是定案的哪些是在討論當中的 然後甚至再提供一個機制就是讓大家可以來表示意見 這些意見都可以公開的在被討論而且被看到 我想這樣的話 我們民間很多的對資訊取得 那甚至說這個希望除了說本案的一些我們直接的策略方案 或是一些的推動小組所提的地方政府所提的方案以外 很多我們希望其他相關政府憲政要執行的一些案子來提供詳細 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事實上對於這個對這個我們的推動小組裡面 他更大的他的功能 除了說審查或是決定做方向以外 他另外有一個更大的功能也是實質上我個人認為說影響最大是 如何去協調其他部會的一些的 既有的公務預算跟既有的一些計畫執行的一個情況 平常先講你說一個鐵公路改善 絕對不可能在我們的基金裡面來動支 但是其他我們現在整個車廂電氣化雙軌化的一個購置的情況等等 這些的協調方案 我們是希望說在這個推動小組 他有扮演一個跨部會的一個 跨部會整合這些計畫案的功能 因為我們也看到說因為中央政府他的各部會 這個多頭馬車情況之下 他的平行的整合還不夠 所以往往會有一些重複的一些投資 或重複不同的那個甚至矛盾的一些的建設在那裡 所以這部分我們倒是期許說在這個推動小組裡面 應該是要讓這些的部會之間的重大計畫的整合的這個功能是更加的弱勢 那所以我覺得說民間這邊 我們這部分如果說他這個機制可以 他這個機制可以花比較積極的來啟動 而且資訊公開化 我們要求說每一次會議他就是要跟 跟進行政程序 他馬上把相關會議就公開 我想這樣對我們來講我們要獲得資訊 或是我們要監督要提個看法 我們應該是更方便的 那另外我也比較務實的也是建議說 我們這個基金裡面其實大家都還是停留在說 所謂的這個公務預算的補助的 這個直接補貼的 其實它裡面經濟會是比較有導引性 希望是有一些融資 有一些融資有一些自償性的方案 那這個對地方政府 我們長期來習慣於說 接受中央的職業 補助我一百萬我一百萬做而已 這個觀念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部分如何下去做融資 哪些如果自償性 這個可能還要更細膩的跟政府機關來講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考量到 的確發動兩線現在地方政府跟民眾 有一些財政現在已經都平臨到一個最上限 都已經要舉在上限了 在這個基金裡面 還是有一部分的經費 可以讓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去做一些的 可以做一些的這個案 當然這個如何自主性的做一些 他們可以提案 或比較讓他們尊重地方 讓他們可以做一下 譬如說我說 講到聽社的改善 你看已經有多少的這些的鄉鎮公所 代表會或衛生所那些 都已經老舊方 但是這方政府不補助這些 地方政府又無力 又無力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是有部分是可以考量的 讓地方政府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一個稍微一點自主 當然這比例跟它動用方式可能要討論 那另外還有一些公務預算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有一些年度計畫的時候 我大長的比較常識建議就是說 包括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有些如果我們年度性的預算在 這個科目編列不足 可以先到這個基金來借電 來借資 然後隔年或是分幾年歸電回來 讓基金可以 因為你如果現在 我們分五年計畫 你說好農委會什麼計畫案 他可能分五年要補助給你 但是我們覺得說地方政府 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覺得說這個兩年 下個月可能不大 然後我就把這筆錢 我們是不是能先 這個來借過來 先行使用 可能這個機制也可以考慮 那最後我還是建議說 這個十年四百億 說多不說 說少不少 他除了硬體看得到以外 其實精神方面是一個很大重要 但是我們認為說 大家不要 這個不要操之過急 也不要說對這個案子 馬上要有立竿接的效果 我還是建議說 我之前在質詢的時候 很多我們要做一些 詳細計畫的基礎 馬步工夫一定要做好 就是我們現行的一個 地權地用 土地地級的一個資料 一定要做非常完整的調整 我們現在所有的相關法律 牽涉到土地 不管是地權或地用 最少有30個法律 三坡地的認定 這個海 這個未來像什麼 濕地 元寶地 然後林班地 這個 這個水源地等等 這些不同的法規裡面 善建在不同的器官 但是 它往往影響到 這個 這個一些計畫要推動 這些的依據 當初在劃定它的依據 程序上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有些從日據時代一直沿用到現在的 所謂的林班地 山口地 但是它 那邊都已經開墾的 都已經高度開發 但是你還是劃定林班地 那整個地區變成全部所有的農民都處於違法狀況之下 所以像類似這些我還是建議說 經濟院這邊可以積極的協調 把各部會 特別是跟土地有關的內政部 內政部等 農委等單位 把這些地權 地用的這些資料 先收集 然後整合起來 該調整來做一調整 那當然最後我想 測量性的方案我覺得除了積極的我們現在談的一些以外 我還是認為說 經濟的改善 對當地居民還是交通經濟改善還是最重要 如何找出說幾項的一個策略性的產業是可以的 那我個人是有之前也提到過一個就是所謂長造型 長期照顧的長造型的一個產業 第一個就是東部地區特有的 無污染的這個環境 我們這個除了農業以外 我認為說養殖業 養殖業不管是利用山泉水或是海水的這些 養殖 其實是可以對於在地經濟改善有很大幫助 你看光一個利川 利川漁場 他就可以契約中被 六百公頃的這些的 奇達 而且還供不應求 那你看 我們這邊空有這些的好山好水 其實政府就要主動積極的 可以協助農民 做一些的這個土地 土地的限制的一個突破 甚至一些技術 然後未來行銷的做法 我想這些慢慢都會有一些 有一些幫助的 那我想這要講還很多啦 不過我想現時機關係 那我們還是敢 好那個期待說在 這個針對 好這個地權地用的這個地級資料調查 趕快然後 各縣市政府現有 既有的一些的計畫要推動的這些 現行的課題 先把這資料整合起來 再來討論 好謝謝賴昆成委員